欢迎收看一言新邦 我是散户的守护者风顺老师 很高兴能够在盘后时间 跟全国的投资大众讲解 操作台湾股票 在套入这么深的情况之下 你要怎么布局才能趋吉 才能避凶 才能够稳超胜券 各位今天的台湾股市 为什么会压回 为什么会来跌五十几点 各位昨天就决定了 我跟你讲 你看我这个节目 我都讲未来事 我不去跟你讲说 今天这个大盘 这跌昨天就已经确定了 各位为什么 因为我昨天已经跟你交代了 各位昨天的一个盘 你来看一下 跌了27点 开高震荡走低 而且破平盘下代表法人调节 OK 那我昨天是不是跟你讲 他创新高后的压回本来就合情合理 而且外资 自营商都在调节 卖了18亿 卖了18亿 价跌量增 这才是重点 这才是美国 各位 那你看一下 今天这个台湾股市 我告诉你 你不用去悲观 为什么 因为今天开高开得很好 今天大盘开高涨了53点 震荡走低之后 收盘跌了52点 也是对称 那我认为在美国股市 回跌的情况之下 给你开高 代表多头的一个什么 一个座驾的一个企图心 还是在的 但是问题要等到什么 他的一个量能 价跌量缩 才能够反弹 今天有没有迹象 今天没有迹象 来各位 而且今天就像我跟你讲的 又来跌破平盘下 代表又有法人在偷鸡 也就是法人在卖 各位 今天稍微的跌破五日线 但是还在季线之上 这才是重点 连续两天 价回跌 然后量增 当然了 这个都并不是决定性的一个什么 一个巨量长黑 所以你不用怕 为什么 因为季线之上这边做震荡 这是合情合理 而且我跟你讲的 法人有没有调节 有 三大法人都在调节 外资卖22亿 投信卖2亿 自营商卖20亿 加总就卖了45亿 所以今天来做一个回跌 但是我也告诉各位 就是因为这个回跌啊 所以你之前没有上车的投资朋友 你有机会啦 蔡老师不会跟你讲 每天都是上车的好机会 这不可能 但是目前台大盘啊 也就是台股来做一个回跌的一个动作 你如果低档 你是做错方向被扎上来的 我可以带你 你适当的一个买点 赶快来做一个进场 或者是你在这一波的一个台湾股市大涨当中 你都没赚到钱的 你也赶快来找蔡老师 我来带领你进场 为什么 因为你看一看这句话 没有专业当靠山 你如何在股海里面掏金 各位 你如何去探紧 当然也许你会讲到老师 那国际股市是不是会动荡 没有问题啊 各位我来解给你看 我解未来盘的嘛 来 道琼 回跌五日线守住 亮说 各位 有没有 道琼啊 而且是创新高厚的一个拉回 当然啦 川普又在放炮嘛 因为他说川金会可能不办 就讲一大堆 所以川普才是恐怖分子的头 其实如果真正知道 整个军火的一个贸易的话 我看美国分 美国出的是世界警察 他的背后可能也是恐怖分子 各位这很清楚 这个就不说了 那来看一下指数 费城呢 费城一样 各位还是强势的一个什么 一个整理 随时会创新高 各位 你担心的国际股市 我直接给你破题啊 你别怕 国际股市蔡老师的准度 你自己去搜寻 1月24号 2月12号 3月15号 4月17号 都在YouTube 我所做的每一项神奇的预测 全部现阶段都落实 包括美国股市最恐慌 跌了3300点 我能够在当天受访的节目 就跟你讲说要反弹 而且要反弹到24500 到25200 你一点都不差 我已经懒得讲了 各位 每次只要我去受访的节目 我做的预测 你在之后都马上能够印证 各位 科技类股也一样 一样都是一个强势 基线在这里 各位这不是强势 什么是强势 那你今天害怕的就什么 老师 我就是一般的散户 也就是老师说的 你只是一般的投资人 你没有办法升格为专业投资人 所以说你一定就是 好心 好心 快来买股票 好心 差点 要帮忙 各位 那你就千万不要做股票 我已经跟你讲 做股票不是你进来就会赚钱 各位 政府包括主管机关都鼓励你做股票 但是他没有给你画出一个安全的一个途径 各位 所以我跟你讲什么 他自狠来 他自恶 我自一口蒸汽族 你有没有本事在股市里面赚钱 这叫一口蒸汽族 不然你怎么能够对抗二势力 我讲的对不对 也就是我跟你讲的 你不要再看表象了 你要看内容 content 你要看人家讲的 就是操盘者看的内容 专业操盘才能够正面迎战 大盘不会每天涨 各位 所以你不要一天到晚 只想说你要来做一个什么 我就来做一个赌运器 赌运器也不要拿钱进来 你去买热透 一百块五十块 你赌运器中了 你就能够赚好几亿 不要来股市里面赔好几亿 各位 专业的时代拿专业来赚钱 我跟你讲 蔡老师叫散户的守护者 由守护者来保护着散户 散户在台股你不用怕 怕就怕 你都没人保护 你还不来找守护者 那你问题就严重了 还有一些跟错老师 或者看错方向的 还在说你看 你看 今天你落五十点 对啊好棒棒 昨天创新高 今天跌五十点 那些看空的老师 你看看 热啊热啊 佩服 我又醉了 虽然我都在喝茶喝咖啡 我也醉了 这叫做 好像说 就是讲一些 小小的一个什么 小小的一个成果 他就觉得说很高兴 各位 什么是大成果 蔡老师给你推荐的股票 才是大成果 电竞主流 2377的维新科 今天再创新高 来到131 各位 涨几天了 你自己看 我为什么要跟你讲 你自己要好好地看清楚 有人跟我争电竞不是主流 各位 你看涨几天了 12345 6 7 8 9 10 11 12 13 13 今天台湾股市 大盘跌了50点 今天的维新科再创新高 来各位 这不是主轴 什么是主轴 这不是散户守护者 蔡丰盛老师 推荐给你的股票 那什么是好股票 我跟你讲过 选好股好 选股股选好 你就能够赚短线 赚不断 赚不停 今天啊 你可以看到很多啊 近期以来啊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阴谋 但是我会觉得 如果散户你听进去的话 你可能啊 会遭受到云头痛急 各位什么东西 一堆人在讲被动元件 低档不讲 去年不讲 年初不讲 哎 现阶段国具上了1000块 一直在跟你讲被动元件 被动元件国具1000块 如果涨到2000块 哇各位我也很想象看啊 国具如果涨到2000块 是什么境界 那你为什么不去买100块 涨到200块 50块涨到100块 你要去赌国具 从1000块涨到2000块 还是会涨不停 各位 我终于知道为什么散户 我也是赔大钱了 因为太多媒体都在 鼓励你追高杀低嘛 各位 不然是什么 你如果合情合理的判断 说实在你也不见得 我不是说笨啊 你也不见得会中招嘛 但是你经由媒体的力量 这样讲 也许你会想 啊不然来买一张国具 好啊不然来买一张华星科 结果你看惨了 来各位 今天2327的国具盘中杀到跌停 创新高之后的拉回 各位合情合理啊 各位你为什么会觉得说 国具要从1000块涨到2000块 各位 他涨了多久 你今天看到国具一天到晚都在报利多 我已经跟你讲 国具的操盘手法就是跌破五日线 不会跌破超过第三天了 第二天就给你放利多 他又来诟病国外公司220亿 去吃人的公司啊 股市啊各位 来来来 利多 来来来 你看看 现在这些媒体怎么办 直接跌停了 各位 明天栽一根怎么办 华星科 对对 创新高跌下来怎么办 你连10块钱都赚不到 你一赔就赔100块啊 各位啊 这种 不是损能不利己 就是这一种 赔多赚少的生意 你怎么会想要去赚 各位 我跟你讲的电竞相关股 一定都从底部低档涨起 而且我跟你讲的是 产业的一个整个的总和 因为我们操盘手训练出来的 就是整个国际观 再看到区域性 也就是雅谷的一个动态 再看到货币的一个变化 再来抓产业的主轴 再来抓这一支公司的一个基本面 是不是好 最后来抓技术面的买点 以及未来高出的卖点 各位这才是操盘者的什么 完整的心法 但是你可以看到很多的电视 全部都变成叫卖师啊 如果只是要叫卖师的话 不用去考分析师 直接找叫卖哥来这划 你看我还货帐钱哦 你买买这支吗 你买买的话 我问一下 送你一支半支帐钱 叫卖哥就是这样的叫卖嘛 一点质感都没有 各位 你自己好好地去想一下 2377的微星 我当时跟你讲都还没涨 6月5号台北国际电脑 6月4号苹果的一个什么 开发者大会 这些都要磕在脑子里 如果这些都没磕在脑子里 你说要出来做一个盘后节目 然后让全部 尤其现阶段 我已经跟你讲过 烧不死的鸟叫凤凰 你们今天看到台湾股市 创了28年的新高 我认为你们啦 蔡老师也很佩服你 为什么 因为你都能够熬过28个年头 还继续在玩股票 但是我告诉你 如果你现阶段 你在选错老师的话 我告诉你 可能这28年来的清誉 或者是28年来的战绩 你毁于一旦 为什么 因为竟然有人在鼓吹你 去买1000块的国具 去买400块 300块的华欣科跟和申堂 我觉得匪夷所思 你今天1000块 国具要涨到2000块 要怎么涨 你今天看到和申堂 看到华欣科 要从300块 400块 要涨到800块 600块 要怎么涨 我问各位 这个是不是居心否测 我不会再讲公司 因为公司一定好 但是你目前来到了 股价相对这个位置 我已经跟你讲 剩下的就是法人自己的问题 法人为什么会要来操作 就是来调高目标价 法人去买 反正法人的钱 不是他的钱 各位 可是伤务投资朋友 你的钱就是你的钱 你的钱不是给法人托管 你没必要去学法人 那些二职手法 调高目标价400块 未来他的一个基金 全部买在400块 我没有错 因为调到400块 他反而没问题 各位这就是一些 不良的基金炒盘的做的手法 当然我就不去挡人家财路了 各位 我跟你讲完 违心之后 是不是100块左右开始起涨 各位 专业如果没有带来准度 一切都是废话 有人还跟我争 说什么内容好 好不好 你的老师如果很行的话 叫他来跟蔡老师 比一下绩效 我问各位 我讲了一大堆重点是 我的绩效 有没有受到你肯定 蔡老师不是稳赢的 我也希望你冷静一下 我每天都提呼惯定 我来告诉你正确的观念 守护者没去怪你 各位你知道吗 股市就是有风险 我就跟你讲股市套路深 我讲的东西你都可以抄起来 就像我在其他受访的节目一样 讲美盘 讲台股 讲风电 辣辣辣 龙吃龙卷都判断不懂了 还去这些媒体 不知道讲什么东西 一档四季刚 蔡老师从90多块 就直接画两个大黑黑棒 直接跌到40多块 各位 我越讲越气 为什么以后你们就知道了 各位 所以说投资朋友你要知道 你今天就是 这个股市丛林里面的投资者 你要穿越重重的一个森林 跟穿越重重的危机 你会遇到老虎 你会遇到毒蛇 你有可能遇到狮子的袭击 你也可能遇到野狼的袭击 但是因为你要发财 你一定要关关难过 关关过 你要怎么过 靠你的本领过 你有这种本领 我祝福你 你没有这种本领 我告诉你 找守护者来帮你 我来保护着你过这些关 所以我跟你讲 散户千万不要变成主力的猎物 万般拉台只未出 你应该怎么办 你需要的是一个真正懂股票的老师来帮你 一个真正懂股票的老师来帮你 环环环节 环环扣扣在哪里 要透彻国际股市的变化 要掌握产业变动的契机 也要明瞭基本面的可靠度 再加上要落实 这个老师要有买有卖 不是一天到 在打高空 我说的打高空 你现在快点快点 北斗元件 好啊 这湿沸沸沸 没有北斗元件 你的合会 我看你现在要北斗元件 你的合会 要落实技术面的转折点 你今天买就像我昨天跟你讲 五主为什么要传给慧能六主 不传给他的大地子神秀 因为神秀他还停留在 这个啊 勤勤寻佛事嘛 对不对 务实惹尘埃嘛 六主慧能 买家卖之后 真正的落袋为安 才是怎样 菩提本无数 明镜亦非台 本来无一物 何处惹尘埃 你只不过是要把你的投资金额变大而已 其他的过程 通通通是假象 各位对不对 想都是问题 我希望各位做才是你的解答 才是你的答案 好好把握蔡老师提供的抢占贵宾席专案 帮你客制化服务 零距离拥抱大明星 未来的潜力标准 尽在我手 因为我就是专业负责的 你等待的那个名师 我们休息一下近一段广告 稍微回到下一段更精彩的一言新邦 欢迎回到一言新邦 最近天气很炎热 希望全国的股民朋友 尤其一直都在收看一言新邦的投资朋友 一定要多喝水 不要中暑了 各位 那台湾股市 你最近到底做得好不好 丰盛很关心你 尤其你如果一直收看一言新邦的话 当然你不会犯大错误 甚至于你应该收获很多 加入蔡老师的学员朋友收入更多 因为我们都是买在未涨之前 然后卖在未跌之前 这就是我跟你讲的 一个真正懂专业操盘的老师 该具备的能力 不是叫卖歌 也不是叫卖师 也更不是只懂的技术面做出来 好像一朝半是闯江湖 周星驰的一个电影 这也都是在胡扯瞎扯 各位 那我跟你讲过 你要怎么结束 在投资股票不顺遂的这些煎熬的鬼日子 各位 你需要的是一个真正懂股票的老师来帮你 我再讲一遍 你需要一个真正懂股票的老师来帮你 这个老师在股市里面所有的问题 他都应该能够应付 各位知道吗 不是刚才叫你被动元件 各位你懂不懂 被动元件现阶段就是风险大于未来的潜在利润 跟股票好不好没有关系 玩股票就是一个筹码站 你今天看到被动元件爆了那么多的一个利多 你还不晓得那是一个陷阱 我也是醉了 你看一下其他的节目花了那么多的时间 在跟你讲被动元件 今天每一支都跌停板 各位 那你如果昨天善意的投资人 你去听到这样 今天去买进了 你找谁赔啊 什么是专业 这就是专业 专业就是准度 专业绝对不是内容 各位 内容全部都是在追高杀低 一个真正懂股票的老师 要透彻国际股市的变化 要掌握产业变动的契机 也要明瞭基本面的可靠度 更要落实技术面的转折点 我也跟你讲 我跟别的老师不一样 为什么 我都提供你实际操作的方向 而且内容给你做参考 所以我跟你讲 你不要想了啦 想都是问题 明天会不会涨 我这里股票的气味 做才是答案 你干脆就来跟蔡老师做不就好了吗 每个都可以想啦 达摩祖师一想就13年了 开创了中国禅宗不一样的境界 各位是不是 那我也跟你讲 你想什么 你先来蔡老师这边 密集的一个训练 各位 什么训练 赖的生活圈提供给你加入 近期暴增 为什么 不用讲客套话 就是蔡老师有准度 然后就会有 弟弟叫阿兄 妹妹叫阿姬 赶快来加入蔡老师 而且这不用钱 吃好到稍微 而且蔡老师跟你讲的都是正面的 我不会去跟你讲一大堆 或者是说 我讲居高思维 有时候也都是太老套的话 有时候一些陷阱 我们也不会去挡人家财路 所以我都给你讲一些 潜在获利 包括实质上你马上能够印证 至于那些高点的股票 我看了 我实在是觉得很灰心 很多同业都在讲 为什么假扒话话修 每天在给你卖涨停板 等到你加入之后 就不是这回事 各位难道不是吗 我也跟你讲 你来看蔡老师真不真实 我台面上跟台面下 一模一样 各位 拿起你的手机 打开你的LINE 加入好友 按一下 官方推荐 这个又跟你老师不一样 你老师又在私相授 自己搞自己的 各位是不是 官方推荐显示全部 在官方账号里面 你直接搜寻品封两个字就好了 其他都不用管 包括蔡老师跟你讲的 atpf49163827 这个是专属的ID 这你不懂 命理风水 你不知道吗 49382716 这个是先天金 然后升先天水 再升先天木 再升先天火 各位懂吗 你可以得到蔡老师给你免费服务这么多内容 还好不好 当然好嘛 那你来看一下 像我上礼拜我跟你讲的全新 是不是在跌三块 我跟你讲 我敢说你吃饱饱饱 像涨停板的股票 我干脆去讲被动员件不就好了吗 我问你 欺负你的肯定跟欺负你的感情 蔡老师能够高兴吗 你看出来蔡老师一定不高兴 不然我为什么要讲说 我是赏户的守护者 我希望跟你们同喜同悲 我也希望每天的股市都涨不停 但是不可能 所以说你今天你要投资顺利 你就要拿你的专业 克服种种的难关 好的时候我们就大赚 然后不好的时候我们也能小赚 这就是专业 各位难道不是吗 两三块 我跟你说要去啊 你不会相信 好 利多一大堆 公蔡老师这个是不是你自己写的 报社又不是我开的 公开给你印证 对不对 Rufenton要来扶持全新 然后呢 要来打入要来抢IQE的市场 所以他帮全新做认证 一旦全新认证了 Resale的累金 他就是全世界第二 跟我当初跟你推荐6153的加联益 是不是一样的逻辑 当初加联益三十几块 我跟你讲这支的去 为什么 苹果私底下拿三亿美金给加联益 为了就是要壮大他软板的市场 未来要让他跟日本的Murata春田去抢 结果我讲完之后市场不认同 一天两天第三天开始涨 41块3直接涨到现阶段将近70块 我跟你讲的东西是不是你又马上印证 包括2377的维新 有人跟我争说这个不是主轴 不是主轴 100现阶段131了 你的被动元件是不是 1000变880 48变360 300变270 废话不多说 你就是对不对老师 赶快弃暗投名 不要再撑了 一个真正懂全面性的老师 不会再跟你 讲一大堆废话 你要肯定要肯定这么多方面 不是肯定他叫卖的能力 做错方向的迷途知返吧 赶快转回来这样不好吗 因为错误老师的会期 你给我丢堂公老师 我还有一年 我明年那个老师错误的会期 我用完之后再来加入你 当然可以 但是你有办法挺过一个月吗 只要这样输了 你一周输了之后 不用再讲明年 明年我怎么帮你 你输了没钱 所以我跟你讲 要怎么样能够帮助你 第一个 你需要一个真正懂股票的老师来帮你 要透彻国际股市 产业变动 基本面跟技术面的拿捏 要有买有卖 不是为了做节目 而在做分析节目的 小散户战胜法人主力的机会来了 你要不要好好把握 寻找隐藏的大明星 就是蔡老师的本事 我跟你讲 每一个大明星的背后都有内容丰富的故事 你一定要提前知道 我带领你布局 我就会跟你讲 这一支股票为什么后面会涨 所以你看出蔡老师跟别的节目不同 我也懒得讲 为什么因为高手过招一招定输赢 何况我都已经在人家邀访节目 也不敢讲打破天下无敌手 但是每天看他们鬼扯瞎扯 我也觉得散户能赚到钱 我真的是佩服 所以好好把握抢占贵宾席专案 赶快让蔡老师带领你 赚到生命中的一笔可观的财富 祝各位明天操盘顺利 明天的节目我们再会 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先胜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明天的节目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